对共产党来讲 一个内部分裂 有理应外合力量的台湾 是他非常乐见的 那甚至于他可以将来 遂行所谓的北平模式 反正里面自然有唱衰的声音 用心理战 用各种战术 只要是内部分裂的话 坦白说啦 你台湾买再多的武器啦 美国就想再力挺你 你自己内部如果没有办法团结一条心 你觉得人家帮忙的下去吗 你觉得那些武器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他们非常信奉列宁讲的一句话 其实也是老共一贯的战略 思想一个心理战 他们认为说敌人再强 他如果内部能够先瓦解起 那就是最好的战术 现在不是做的就是这些吗 国家的利益是共同的 对内在怎么竞争 对外应该是一致的嘛 我先来讲哦 胡锡进 你不用在那边讲那些 我先讲管好你的下半身吧 你自己怎么样子被人家检举的 你自己好意思吗 嘴巴讲了一大堆 你自己的情色问题 你把小孩子送到外面的问题 你们有多少高官经不起检验 你再说台湾是纸糊的 那我要不要说几个来给你提康 讲这些我这就觉得不忍心 因为都是人命 2016年 你们摔了十架军机 死了七个人 你们自己内部都检讨 你们有多少军事研发的黑幕 你们自己内部还不清楚吗 2019年五月份的时候 秦岭坠机事件也是啊 六个人死亡 再来十月份连着十天 两起坠机连坚实都有人坠下来了 你们自己内部不检讨吗 你们自己内部的事情还少过吗 台湾有这个时候 有任何一点点幸灾热祸吗 都是人命啊 你自己好意思来说别人 你们自己呢 今天你们自己军机不断的扰台 你变成的不只是台湾对你同仇地看 你看看美国为首 亚洲这些盟国 包括惊动的欧盟 都认为说你们在干什么 你不断的寻衅 不断的挑衅 你破坏国际的秩序 你极权主义扩张 你已经变成世界公敌的 还不知道吗 还在蜜洋洋自得吗 再来 马英九 我真是不愿意讲 我觉得你当八年的元首 我觉得是台湾莫大的悲哀 幸好国民党现在没有在当元首 我请问你马英九 如果在你八年任内 你能够像蔡英文一样 上任两个月 就决定来做高教机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不要说今天不会有这个意外 去年朱冠蒙忠孝都不会死 因为那时候早就有新的高教机了 你不觉得羞耻吗 如果不是当年 你在当在野党主席的时候 你这样子联合清明党 来党这军购预算 我们早就有钱见了 中国敢这样子唱秋吗 台湾今天会害怕 这种几年之间交际的空窗期吗 前进队我们有多重要 你不知道吗 你为什么那时候一路挡 再下来 请问在你八年任内 你不断的裁军 你缩减了军备 包括美国 人家一再告诉我们 我们的军事预算 不应该这样一再的下降 你冲耳不闻 你奉行的就是一件事情吗 什么事情 我告诉各位 我为什么说他祸国殃民 他在军事上 他什么时候重视过军人 他连汉官演习都不应该去 还用罐头声音来代替实战演习 你看过这种三军统帅吗 你看过吗 你不断地消磨我们自己自我防卫的力量 如果今天不是你在担任国家元首的时候 你停掉了阿扁时代 就来发展的云风飞弹 我们不对称武力 一千五百公里打过去 你认为老共不害怕吗 你知道你自我削减了多少吗 你不断的退却 你不管是军事上的退却 外交上的退却 你就相信所谓的九二共识 结果是什么 习近平奉送给你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你到今天你还在蛊惑众人 请问你 你不觉得你很该死吗 你包括我们说 我们今天有护国神山台积电 也是你在任内 门开开报告处 回销处 多少的经济 科技的间谍 赤探大猎猎在台湾 甚至于挖脚 都不必到中国去了 直接在台湾就地生根 偷我们的机密 削减我们的竞争力 你做国家元首一切 你不是在害台湾吗 好 林玉芳 你会不知道吗 你作为军事专家你会不知道呢 你不知道八年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干的好事吗 你好意思拿凤梨来比 我请问你 就像刚刚彭孝哥说的呀 今天我是如同买凤梨一样吗 我今天下单明天就有 这有这些弹射仪吗 我再提醒你一次 你过去你的党主席 马英九 三军统帅马英九 如果当年他能够去发展高教机 像蔡英文一样 这些人命都不会有 你们做了什么事情 你们做了什么事情 就今天拿着国军这些孩子们建额们的血泪 继续做政治上的消费 看起来好像是为国军弟兄不舍 可是做的事情 是来打击我们的士气 是暗和对方的语言 是推卸自己的责任 在你们心目当中 只要能够打击民进党政府 就是最大的攻击吗 就是最大的目的吗 在你们心目当中非常简单 政权之争 永远高于国家的安全 国家的利益吗 只要把民进党斗垮了 斗臭了斗烂了 零应外合都没有关系 因为共产党 是你们最好的加持 进逐内部的政权 最好的助力吗 这是台湾最大的危机所在 所以我只讲一点 当举世各国都看到 习近平的野心的时候 大家说美国应该战略清晰 美国这样生意 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知道美国余派说什么 说应该维持战略模糊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战略清楚的话 台湾会有自己保卫自己的意志吗 台湾不断的在削卷兵额啊 有这样子的意志吗 这是美国内部智库学者 甚至前军方人士放出来的声音 过去我们买不到好的武器 因为怀疑在国民党政府主政的时候 会不会他们好的武器卖给我们 我们转手就把参数泄密给对方 这一切一切 是在民进党执政之后 好不容易一步一步的扭转 我不敢说蔡英文的执政完全完美 但我相信全国人的眼睛是血亮的 我认为蔡英文是历任以来 最重视三军的统帅 在蔡英文的任内 国军的士气是提升了 最近甚至要扩边援额的时候 是大家抢破头 我们的募兵成效越来越好 因为军人需要光荣 军人需要肯定 我们的国防自主 我们的国建国造 我们的勇英高架机有两架 年底就要交货 这一切是在蔡英文任内 才开始落实的 所以我们不只要当我们国军弟兄 这些国军英雄们 最好的后盾跟拉拉队 我们最需要的是军民团结一条心 而在野党的朋友 我只跟你们讲一句话 我们只有一个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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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覆巢之下是没有婉软的 我拜托你们 至少在随便讲话之前 摸摸自己的心 请你至少先学会一件 最基本的功课 最基本的在野党的道德 就是做一个忠诚的反对党 就是请你们停止 这些理应外合 让敌人高兴 让自己悲伤 亲痛仇快的作为 否则你们每做一步 你们只是多害台湾一分